有梁当头,我是妍妍 最后是秋子 天马星空,我是卢卢 是,我们再回个头来看一下中华圈的新闻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中国的这个最新的有一个问责制 中共问责条例 那么这个问责制的目的是什么呢 感觉像是习近平在用铁手腕来治理党纪党风了 嗯,就是之前有传出 也算是传出嘛,算是传闻 就是中国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 然后习近平为了整理整个党 所以就要有这个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主要呢,是对这个失职失责造成这个严重后果 还有人群群众反应强烈损害中共执政政治基础者 都要严肃追究包括领导在内的责任 这个习近平呢,之前在会议就指出 权力就是责任,责任就要担当 忠诚干净的担当的 是党对领导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 会议也指出对于失责 失职失责造成严重后果 人群反应强烈损害党执政的政治基础者 都要严肃追求 就要追究责任 有责必问,问责必言的强烈讯号 就是他们要释放的一个讯息 这个问责字 之前就是有那个 那个谁 就有讲错 如果他一出来讲话 就代表有大事情发生的 那个什么打虎 就是刘云山,王岐山 对 我觉得跟之前 中国一直在好像要打压网络 还有媒体发言的 也是有等等 也是有一定的关联吧 所以其实在中国 它是一党独大的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整个国家 那么中国共产党首先内部 如果贪污腐败特别严重的话 它党气党风特别松散的话 那么对于整个国家的民众的向心力 也是一种极大的破坏与打击 同时对整个国家的这种维持 还有中国共产党 对于中国的这种统治 也将会受到很危险的窘境 所以可以想而知 现在通过习近平的这方面的一些措施 实施的一些条例 来进行从中国共产党党内部 进行从严治党的这么一个条规来说 如果是从这方面来看 它也是一种有促进作用的 你包括是对中国共产党 这部分的一个管理 同时它的管理的严厉性 也它的这个有效性 来直接能够辐射到民众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感官和感念 如果说是我们我们举一个例子 如果说是中国共产党 它的党政党风经是贪污腐败的 那么肯定民众就是不喜欢这个党 那么不喜欢这个党呢 就会造成社会的一些不稳定性的因素 有可能执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 就会将会受到一些危险了 那么如果是这个党从源治党的话 那么它的党纪党风很好的话 每个党员都为人民服务的话 不贪不腐败 节政清廉的话 相信很多民众都会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党来当家做主 然后这样子的话 不仅仅是对民众有一些福利 对整个国家的进程也是有一些展望的 所以在这个层次上来说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积极效果 同时呢我们再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 好这另外的一个消息呢就是最近也传出了这个中纪委要两度约谈了李源潮 李源潮他是哪号性人物呢 李源潮其实他的他的这个官还是很大的 他是中共政治局委员 中国国家副主席 现在在任的李源潮 现在已经被两次已经中纪委给约谈了 那么其中的就是有一些消息人是要向这个博文社一般一般透露中国共产党内部这些新闻的这个媒体都是博文社或者是明镜网透露出来的 那么博文社他也说这个消息人是对他说了李源潮两次呢都是由中纪委高层亲自跟他谈话 韩戏称是李贵为中共政治局委员要屈尊亲自往中纪委接受问话了 所以同时呢另外的一句话援引了这个消息人士的说法说的是 不知道李源潮走进北京市平安里西大街41号戒备森严的中纪委办公地时 是个怎样的心情啊所以这也是另外的可以看到确确实实现在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也 也说了一些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包括看来呃李习近平真的要对李源潮下手了呃我们看呃再进一步的看一下相关的一些新闻了好 我们再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呃包括呃这边看完中国大陆的新闻之后我们再看一下香港的新闻 是香港的英文报章呢就南华早报呢在其实他在星期一跟星期二的时候已经是接二连三的呢就登堪那个特首梁正英的专访 那梁正英呢他梁正英就指说香港的反共情绪已经变成了要让他呃香港独立 所以就变成了那个港独因为他觉得说呢香港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呢其实是需要透过一些沟通来化解的 嗯嗯嗯那么香港特首这方面都说在七一的大游行的时候主要的诉求之一就是要让让让让香港香港特首下台 嗯那么这次那么香港的特首他也出了一些声音是吧然后这些声音呃除了刚才提到了他有提到其他其余的一些说法吗 就他有强调说就是大家呃就是其实你要要要让他中国跟那个香港之间呢其实有一大很大批的香港人呢其实是在呃中国旅游学习和工作投资的 所以其实这一个东西还是要在深思熟虑的才做决定的общ呃呃呃呃呃呃J 现在这个港独有没有在香港 也许有某些 也许会是有 因为最近成立了两个新党 这两个新党主要的一个召集人 也是学生会的一些干事 包括还有战中活动的一些主要的负责人 他组成了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的具体的名字就忘了 然后他们的主要的诉求和理念就是 言外之意就是香港要独立出来 成为一个真正具有主权自主 一个意识的民主的一个国家也好 还是地区也好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声音 务必它是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当时我观察到所有媒体 连就是凤凰卫视凤凰网没有报道 连就是某些程度上不是很亲共的 这样子的一些媒体 好像似乎感觉看起来比较亲 亲亲亲就是西方势力的这些媒体来说 他也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新闻 作为他的一个主要的新闻去描写 或去报道 所以足以看到这个事情的一个敏感度 还是在哪的 我们听完香港特首这方面的一些话语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中国对台湾的这一些方面的关系 现在台湾就应该紧张了吧 怎么说呢 中国解放军报首次公开报道 中国东部战区第一集团军 某摩托画布兵驴 向空旗快返行 新型作战力量转型的这个事迹 虽然有关报道没有提及台湾 但是中华网在转述报道的时候 刻意提到台湾 使用标题是攻台的主力全面武装 有观察者就是这个网络 网军室评论者就说了 这个李将是飞越海峡对台作战的主力部将之一 在短短的六个月之内就形成这个战斗力 并实施了合成 合成营改革 目前来讲这个观察者就有说 这个东部区第一集团军事 共军担负统一祖国作战任务的重点部队 然后是由契机布施 装甲旅 机部旅 魔部旅 炮兵旅 火箭炮旅 炮旅和防空旅 陆航旅组成的强大作战部队 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觉得跟巴拿马应该 那一阵巴拿马事件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在巴拿马的时候 其实这个蔡英文 他不是去了巴拿马吗 然后他在那个红毯 下面那边 我记得还有一个签名的 然后他就写他的这个英文名字 蔡英文 然后还写了就是 President of Taiwan 引起中国高度敏感 高度戒备 就是 中国一方面一直在说 他不允许这种 他坚持这个一个中国 不允许有人就分裂中国 所以很有可能跟这个 应该多多少少 也是会有点关系 主要还是做给蔡英文看 你看 我不管你暖还是硬 首先我就是给你看 我们有这些军队等等 嗯 是 所以在确实在那个 巴拿马的这个运河 扩建竣工的这个典礼上 蔡英文留下了他的这个 一些言语 包括写着 见证百年基业 携手共创繁荣 署名呢 就是蔡英文的这个英文名字 含有他是台湾的总统 这么一些字文 呃 所以呃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呢 也会引起就中国这方面的一些警惕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中国就说了 他说呃 中国是一贯以一个中国的原则 对待台湾及外交以外的问题 呃 解决 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的行径 这是中国在蔡英文发表了这样子一个署名的签名仪式之后 中国这方面的一个反应 呃 那么同时你看刚才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呃 中国对台的主力军全面换装了 呃 他是有针对性的了 现在 现在的一个针对性好像似乎我们感觉到 主要是针对这个台湾半岛的这么一个局势 才才产生的一些这个军备的这种型 呃 作战方针还有他的这个军备的部署 都是针对着一个岛屿的这么一个 好像似乎我们感觉的是针对台湾这个岛屿的这么一个争夺战 做的一些准备 呃 所以 会会不由的让人担心 因为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的他的手腕还是蛮铁的哈 呃 他想让谁下台就谁下台 呃 那么他如果是现在真的要用铁手腕 我们之前看到他他用铁手腕对南中国海问题 呃至今为止还是一个七月七号的时候相信各大媒体都会有重大的报道 好那么呃针对台湾这方面 呃习近平究竟会采取怎样的一个方式和策略呢 还是我我我我我们还是有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些疑问在在在在里边的哈 好我们在同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个比较轻松的新闻 就是新加坡这方面你知道吗 每十个少男当中就有九个人看过色情片 那新加坡呢就有一项调查就显示呢 在每十名的那个少年里面呢 就有九个看过含有色情内容的视频或者是刊物 那其实他们呢是找了有大概九百二十一位的学中学生呢 他们年龄是介于十三至十五岁做出这个报这个调查的 那就显示到说其实有很多就是比较呃有大概有四十八个男生呢 他是在小学的高年级就呃开始接触这一类型的呃 那个视频和刊物那但是相比女生呢 其实就只有二十五名所以但是他们是在呃 就是相比二零一四年跟二零一六年 其实是二零一六年是增长了 是那那么所以呢 这个报道指出了哈呃通过这个调查报告呢 相关的机构包括这个网络安全机构呢 他就建议家长们在孩子使用手机的时候呢 要装置网络过滤的软件啊 然后或者一些过滤的apps啊 然后能够帮助孩子能够过滤一些色情的这些东西 但是这只能够针对较小的孩子 如果较大的孩子呢 也许就不会起到什么样子的一些作用了 呃同时呢 他还报道了一名四十二岁的家长呢 他叫罗丽丝他说他限制十岁的女儿 每天上网和使用手机的时间 他也常查看孩子的上网历史 目前未发现有任何敏感的内容 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我相信在西方国家是不能够接受的哈 呃查看孩子的这个呃信息啊 查看孩子的手机的这个通讯 然后看看有没有过往的一些不不不不不应该发生的历史 呃所以这样子的事情 它是发生在新加坡了 因为呃我我们也都感觉到新加坡 他他一个教育体系 还有政治体系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呢 他的教育体系呃之前 呃李光耀在他这个双语教育体系当中也阐述了 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呢 就是他是以中华文明的这种道德礼仪为规范 然后同时在科学技术上来靠近西方 呃然后用英文来来做商业和日常沟通的一个语言 这是主要的这个李光耀时期的良语政策的一个主要的内涵 看来他对孩子的这种管束 还有他教育体制的一个呃根本性的一个理念 还是就采用了这个华人呃这个传统文化的历史 作为一个背景呃为指导的 但是这种行为对于新加坡来说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好像似乎又是一种不可理解的行为 接近平安会 相云